出海捕鱼 结果差一点没命 这是一艘交法 准备要进入苗栗的龙凤渔港 先是被强烈的东北季风给吹离航道 再加上现场的雾很浓 导致交法整个迷航 最后卡在削波块上面 上面有两个船员受困 也还好海巡队发现的早立刻 到场展开救援大作战 卡在削波块的交法 被八级阵风吹得不断往提案冲撞 两名受困在船上的船员好几次插点落海 赶到现场的海巡队立刻抛下救生衣和救生神 队员们合力徒手将两名船员用绳索拉上岸 救上来的两名船员经过检查只有手脚擦伤 他们原本打算将交法开进苗栗龙与港 却在进港前偏离航道 现场风势强劲 阵风打八级 船发音大浪拍打往岸基靠近 除了受到强风影响 当时还有民众透过空拍机 发现苗栗被大量农物笼罩 海巡队研判交法被吹离航道后 可能又因为农物迷航 最后才会卡在削波块上 我是新闻无连相遇无上情秒的报导